為了遏止新冠病毒 疫情的蔓延 包括臺灣在內各國都在拚命 盡可能的讓更多的國民接種疫苗 德國呢 從四月到六月的這段時間 每天有百萬人次的接種率 速度可以說相當的快 我們也跨海視訊 在德國的華語老師黃孟寧 讓他藉由第一手的觀察 看看德國疫苗施打的方式 預約流程等等 一起來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在德國要打疫苗 可以透過三種管道 第一是透過疫苗接種中心 以電話或是網路預約 第二與家庭醫生預約 另外部分企業也有醫生替員工施打 但民眾無法自己選擇 接種哪種疫苗 打疫苗前 民眾必須填寫健康綜號問卷 讓醫生評估 家庭醫生則更瞭解個人的健康狀況 距離近也是優點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家庭醫生診所是非常忙碌的 因為很多的老人都到家庭醫生診所 去接種疫苗 因為其他的疫苗中心 可能對老人來說就太遠了 德國已經取消了優先施打對象措施 所有的民眾都可以預約接種疫苗 等待時間從幾個星期到一個月不等 民調顯示七一城的德國成年人都願意接種新冠病毒 第一劑疫苗的接種率是百分之四十六 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完成兩劑接種 德國也已開放十二歲以上的兒童和青少年接種疫苗 贊同的一派認為這樣可以降低傳染率 也離歐盟設定在七月底全體國民七一城的接種率更近 不過反對派不這麼認為 也有人質疑就是說如果是健康的兒童 那他們為什麼要打疫苗 因為他們即使感染了病毒 他們其實也不會對於醫療造成負擔 隨著傳染率下降 德國從過去長時間的封鎖到現在逐漸解封 民眾也正在適應與病毒共存的全新生活 華視新聞 璞璞璞節報導 有什麼問題 這是 雪面 公共的公司…》 全民眾人 burn元共的 共用的台灣 soy談 丁度的 由於土館